大家好,我是茶几老师 同学们有没有听过 狗障人士这个成语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说一个 最能体现狗障人士的故事 你浪费啦,你说那么多干嘛 比时间我们自收更好啦 这次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河南省安阳县 2021年9月20号 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家楼下散步 刚好遇上了邻居 再溜着两只巨型贵宾犬 不过就在双方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 两只巨型贵宾突然往老太太的身上扑 结果不止抓上了老太太的背 其中一只狗还咬上了老太太的臀部 还好都只是一些皮外伤 只是这本来不是多大的事 老太太的家人只是希望狗主道个歉 再赔一点医药费就完事了 然而狗主却死活不道歉 还说这是老太太自己帅的 迫于无奈 老太太的家人找到了记者 希望记者能帮忙跟狗主一家人协调 今天是事情发生的第五天 老人身上的伤痕还清晰可见 那么对于同住在一个小区的狗主人 对于这个事是怎么看待的呢 然而就算记者 物业管理和警察都来了 里面的人就是不开门 这时候一位自创是两只狗的男主人出现了 虽然节目主试着给他的脸打上马赛科 但可能是经费不足的关系 马赛科的面积有点小 而且还总是在飘移 后来节目主索性连马赛科也省了 面对记者的质问男主人继续赖皮 即使记者拿出监控影片对质 男主人也只是说自己不相信这些影片 之后男主人还贼喊作贼 说要告老太太的家人诽谤 然后就以上班为理由溜了 其实中国养狗都是要办理狗证的 不过巨型贵宾权因为体型过大的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给办理狗证的 那究竟咬上老太太的那家人有没有狗证 是不是非法养狗呢 记者之后去了负责办理狗证的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城管的理查询 没想到一项管很多的城管又受不惯他们的事 说大行犬的问题是会公安部门管的 本来是想要退的一盖二进 没想到记者还真的报警 找来了公安跟他当面对质 大行犬之归谁管在现场说清楚 就是沟里这个管理板准 应该属于占这个城市管理部门 沟里主任重用之师 那么他就购成了占了也就是说服役伤害 那既然现在是又没证又咬上了人 最终讨论下来的结果就是公安和城管联合行动 只见双方都带齐了人马 还拿出了捕狗用的网 一副松有成竹的气势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没想到结果是敲门 拒不开门 受对 城管只是说会加强巡查 要是遇到狗主再溜狗的话会依法处理 经过多方打听 记者发现原来男主人名叫王新刚 还是安阳市场监管部的政客级干部 原来是当官的 难怪王新刚那么嚣张 好大的官位呀 既然王新刚坚决不开门 记者决定陪老太太的家人一起去王新刚工作的地方 要向王新刚的上司实名举报他 因为在中国公职人员有所谓的公职人员处分法 里面提到公职人员不得违背社会共虚狼鼠 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 也不得违反家庭美德和社会共德 没想到记者跟王新刚的上司没说上两句 突然就有几个人出来包围了记者和老太太的家人 喂大哥 记者都拍到人是从你们大楼走出来的 这还想要抵赖 好一个睁眼说瞎话 更夸张的是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刚才从大楼出来的人身上 竟然还收出了警棍和刀 最后几个人顺理成章的被警察带走 然后事情又顺理成章的不了了之 那王新刚的事情呢 后来王新刚的上司出示了王新刚的狗证 证明他不是非法养狗的 诶 等等 最开始的城管不是说巨型贵宾不能办狗证的吗 怎么现在又有了呢 那不是还是给他发狗证了吗 对对对对 因为当时他提供的材料里边有这个正宗犬 是系列这个辅导犬 OK 我明白王新刚他有心理问题 需要心理辅导 就当他真的是有狗证 狗咬了人 主人还是得负责对吧 几经波折 记者找到了王新刚的另一位上司 人称督促哥的副制队长胡涛 可能真的是被记者烦得不行 没多久王新刚真的主动打电话给记者 他果然是上行下效 两个人督促的口吻也说的这么香 不过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月 老太太的伤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督促下来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不管是王新刚还是他的家人 也没有联络过记者或者是老太太的家人 王新刚的权力之大也被网民戏称是安阳王 11月17号 记者又再一次来到安阳王的家 可是依旧是敲门没人印 去安阳王工作的地方被拒绝接待 打电话给上司杜初哥了解情况 杜初哥竟然说安阳王住院了 他吞吞吐吐的说了两句又把电话给挂了 他说他在住院没说完又把电话挂了 迫于无奈 一行人又来到了简称纪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想要实名举报安阳王 没想到又遭到了粗暴对待 刚刚本来进去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和这里的工作人员工作非常好 工作人员说的是 他们也看我们所有的节目 也一直在看我们直播 我话也就刚刚说到这样 冲过来一位自称主任的人 让我拿身份证 然后他看就是非常恶劣地告诉我说 你给我出去 他说你身上是有鉴定设备的 由于我觉得对方的态度也非常激动 他一直在赶我出来 相信这位记者已经感受到 满满的某国特色文明服务了 直接找安阳王不行 找杜出戈和纪委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记者决定打电话跟上市汇报情况 没想到这时候又入到了 让人细思极恐的一幕 不知道大家听到了什么 但中国网民普遍都听到了 有网友就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这句话 正常人威胁别人的时候 都是说打死你弄死你 如果他强调了用某个物件来打死你 说明他真的有 那究竟威胁记者的是安阳王 多出歌还是另有其人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事情发生了接近两个月 安阳王仍然没有一句道歉 就连帮忙跟踪的记者也忍不住情绪崩溃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我觉得 因为大家也是对我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第一帮到底 我现在就是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然后到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 没有什么结果 本来这件事在安阳县就已经人尽皆知 记者的这一哭被放到网络之后 让全中国网民都知道了这件事 在舆论的压力下 事情有了废数的进展 11月18号 安阳王终于联络老太太的家人 11月19号 安阳王于尊江贵微服出巡 给老太太和他的家人道歉 几天后 安阳市政府出动告 王新刚已经被撤职处分 负责案件的城管 公安和相关人员也被处罚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 安阳王妃也就是王新刚的老婆 因为这次事件的报道 被人认出他曾经在2013年 涉嫌诈骗过别人100万人民币 然而受害人八年间 不管怎样报警 投诉和上访 始终都没有办法讨回公道 办案的警察还曾经跟 安阳王妃的受害人说 这个案件不复杂 但是事情复杂 考虑到安阳王跟安阳王妃 在这次狗咬人事情上的底气 警察说的这番话 可以说是耐人寻味 不过虽然安阳王被撤职 安阳王妃的诈骗案也因此被重新调查 但这就代表这个世界真的有公益吗 还是只是说明了 安阳王的后台还不够硬而已 好了 我是XG 我们下次见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